1月10日消息 据国外媒体报道 芯片代工商台积电在今日午后 公布了去年12月份的营收 超过56亿美元 再创新高 台积电在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 他们在去年12月份营收1553.82 一新台币 折合约56.1亿美元 12月份的营收再创新高 也就意味着同比环比会有明显增长 台积电官网的数据显示 他们在去年11月份营收1482.68 一新台币 12月份的1553.82 一较之增加71.14 一环比增长4.8% 2020年12月份营收1173.65 一新台币 去年12月份较之增加380.17亿 同比增长32.4% 从台积电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 在去年的12个月 他们的月度营收均超过了 1000一新台币 两个月超过1500亿 另有两个月在1400亿之上 最低的2月份也达到了1065.34亿 在月度营收全部超过1000亿新台币的推动下 台积电去年全年的营收达到了15874.15亿 较2020年的13392.55亿 增加2481.6亿 同比增长18.5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